一位68岁的老人 近期感觉老喘不上气 时常含有咳嗽 便在子女的陪伴下 到医院就诊 检查发现老人又胸呼吸音低 心脏又特别靠左边 怀疑有问题 便建议做了胸5CT 心脏彩操等检查 结果发现老人种格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 已经压迫了心脏 大血管 肺 并侵犯了无名静脉 幸好做了全身检查后 没有发现转移 考虑还是胸腺瘤 但由于胸腺瘤对放化疗并不敏感 所以一般都是先进行手术 再进行综合治疗 这个肿瘤也比较大 所以术前做了精心准备 也反复与家属商讨 决定做这个风险高的手术 最后也顺利将这个巨大的重格肿瘤切除 并进行了无名静脉切除重建手术 由于肿瘤侵犯了肺和隔神经 手术当中还切除了部分肺 并进行了隔肌折叠手术 术后老太太恢复良好 感觉呼吸轻松多了 通过这个案例也想提醒大家 在疾病防治的道路上 早发现至关重要的 对于胸部常见的肿瘤 如肺癌 齿管癌和重格肿瘤等 他们在早期通常体积较小 难以通过常规的胸片检查被发现 所以当出现异常不适时 建议做胸部CT来塞查